嗨 大家早 我們現在人在南投 這次會來南投呢 是因為小豬 今天要跟他們的同事 一起去永度日月潭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昨天晚上住的民宿 他們說那個中途都有 可以餵食東西的站點 我就想說我要 以每個食物為目標前進 我們等一下表定 預計是六點半出門 我們要先開車到魚池國中 還是國小那邊去 等待接駁車 現在我剛停好車 然後他們這邊魚池國中 是一個接駁車的站點 然後剛剛有看到第二階段吧 大概七點十五分 他會有一般接駁車抵達九龍口那邊 日月潭勇士 穿著富胖勇士的衣服 要永度日月潭的勇士來了 從接駁車下車的地方到九龍口那個大平台 還需要再走一段路 超多人啊 好多人 幾半咧 而且你還沒開始遊 就已經開始在擔憂了 不是沒有 因為看地圖很近 可是你看實際上超級無敵遠耶 我突然覺得慶幸我沒有下手 東芝社的副社長 Coco姐 為什麼會舉辦這麼如此有意義的活動呢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你 主辦人沒有來對不對 主辦人是Anne 主辦人是社員 是社員 是社員是主辦 我以為是Andy哥主辦 他是在九期之間舉辦的這個活動 等我們人到期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來到他的報道處啦 這個就是今年二零二三年 你有報名日月潭永度的話 他會送你的一個泳帽 在等待的期間呢 就是可以做最後的行錢準備 順便補一下防曬 現在即將前往永度的路頭啦 聽說這是永度日月潭的發起人 是你 是嗎 對啊我只是嘴巴說 大家都記得 你那時候喝醉了嗎 沒有 那個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人來風 人來風 就促成了這樣的一場 那時候剛學游泳 然後想說要做一點什麼 代表我做了這件事情 那就來永度吧 再見了 東芝社的勇士們 就是我最遠只能到這邊 他說陪同者不能走進去 找到小豬啦 加油 太厲害了 你們最棒 往前往前 拜拜 看著大家下水之後呢 我現在就要沿著日月潭的邊邊 然後就走到星巴克那邊附近的話 我記得好像有可以租腳踏車的地方 因為如果說我想要到對面 他們剛上岸的那一刻 捕捉到他們的畫面的話 我就必須要繞過一大半圈 才有辦法 現在就是要想要徒步的先 找到我的代步工具 才有辦法接下來我的計畫 GO 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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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下水 下水 今天的戰術 沿著食物前進 哇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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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 大家 來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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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需要一杯冰美食 拿到我的冷萃了 補充一點咖啡因 等等繼續上路 在地圖上面 我找到一家捷安特可以租車的店 然後現在打算來去現場看看 找到捷安特的門市了 等一下我來進去問看看 有沒有什麼方案 可以幫助我達成我的目標 OK 我剛剛已經稍微詢問過 捷安特的一個價格 老實說價格是有點超乎我的預期啦 可能像是有那種電動輔助的車型 它比較便宜的一個方案就是 兩個小時要七百塊起跳 這個價格是真的有點超出我的預算 我覺得我可能要找備用方案 就在剛剛收到了小竹傳來的影片 其實他們現在在日月潭裡面 游泳還是有網路訊號的 所以他傳了這個短片給我 就是內容是在講說 他現在正在努力的 朝一千公尺前進 我記得他們永渡日月潭 總距離是三千公尺 我完全不敢回傳 我現在在這邊耍廢的影片回去給他看 這樣對他們來講實在是太殘忍的 而且他的影片傳來的聲音內容是說 土力草一千公尺前進 你聽得出來會不會多累嗎 不能在這個時候 把他的信心擠垮 到時候你看影片都知道 我現在有多爽 一千五百公尺 感想如何 感想覺得 還蠻好玩的 你確定嗎 意外發現在三樓的地方 有一個open bike的自行車出租站 現在就來去三樓看看啦 剛剛問完了open bike 現在似乎是遇到了另外一個挑戰 最近好像是日月潭這邊的公路吧 好像正在修路還是鋪路什麼的 他們的暴胎機率還蠻高的 就是自行車暴胎的機率蠻高的 如果我在這邊發生什麼 暴胎的一個事故的話 他沒有辦法來去做一個 道路救援的動作 所以我現在面臨到一個挑戰 就是說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在他們 永渡完之後 在對面去接到他們 OK 經過實際去open bike 他們所推薦的一個租車行 問過之後呢 然後就確實有講到說 伊達燒那邊附近 最近有一些公路的修復 所以他可能陸地上面會有一些碎屑 比較容易會產生爆胎的一個情形 所以最後我就決定要租了一台機車 那他租他一天的費用是300塊 而且租車行的店員 他跟我講說 你去加油站 加個30塊的油 就非常夠用了 整體來講 我只花了330 330跟剛剛的700塊 2小時比起來 就是划算 我等一下就是要騎車 然後欣賞一下沿途的風景 出發 95加個30塊 準備上路 我現在騎車到一個叫做文武廟的地方 停了下來 然後剛好可以看到前面日月潭的這片美景 那我現在眼前的這就是文武廟啦 可以看到裡面也是有不少人 那我們就是在這邊到此一遊啦 現在差不多10點40分 然後剛剛小豬又傳來一張照片 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到 已經到了差不多2000公尺的一個地方 他從1000公尺到2000公尺大概花了一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我現在騎車過去 可能是還蠻剛好的 2000公尺 我們的夥伴依然存在 哎呦對焦一下 Coco 江森福 Yeah 2000公尺 前面是終點 Coco在這邊 Joseph在那邊 Joseph在那邊 他真的是一個真的不放貴欸 2500真的是需要休息一下 這已經要超遠了 因為我廟了2公里了 超崩潰 開心又崩潰的旅程 各種吃日月潭的水 只能說這真的是深度旅遊日月潭 但其實景色很美啦 但最美的還是補給站 跟這個 很開心的指標 永度日月潭真的是 需要永伴 不然會 其實也有點危險啊 如果你老單的話 因為真的是人很多 然後 真的有體力不支的狀況 所以 真的要來游的話呢 就是向我好朋友揪一下 就可以 前進了 太累了 我已經順利的騎到伊達少拉 這就是他們等下永度要上岸的地方 想說 我也來去全家幫他們買個喝的好了 感覺遊玩泳的時候一定會還蠻渴的 哇靠你看這一條 現在超多人 太可怕了 順利的買完了補給飲料 剛剛有收到小豬的語音訊息 小豬說 已經超過2500了 剩最後的500公尺 剛剛已經看到小豬了 還有看到Joseph 但是現在這邊都擠在一起 要找的是有點難 找到小豬了 補給一品 太厲害了 喝吧 感謝感謝 謝謝你 補充一下電解值 太感動了 大家辛苦了 真的是 太累了吧 這三公里 我們完成了 耶 太強了 真的 各位勇士們 你看 都賽出痕跡了 有一條線 經過了 漫長的幾個小時 我們所有的人 終於都遊上岸了 因為他們要回去的話 必須要搭乘接駁的船 然後才能夠回到他們原本出發的地方 但因為我是騎摩托車過來的呢 我就來幫忙 載一下紀念品 然後小豬 幫忙載大家的便當 載他的手上 現在我們回到九龍口這邊 正在他的一個叫做中心停車場的地方 等待接駁車 總算是回到了民宿這邊 然後洗個澡 輕鬆很多 那他這邊想說 剛好大家都在休息 我們就來問一下 就是這一次 永渡日月潭的一個心得 以一個永渡日月潭新手的一個感想 應該 可以幫助到未來有很多人也想要第一次永渡日月潭 所以想說 你看有沒有一些個人的心得 可以做一個分享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 防曬要擦好擦滿 苦住來了 對 防曬 防曬很重要 欸你連手都有那個痕跡耶 對啊你看看 很明顯的一個色差 防曬的部分 我不知道 我個人是很介意的 但是我覺得 應該會很多人想要知道說 就是 你在游的過程 有沒有很累啊 或者是說 有沒有想要放棄 如果說 真的是很害怕水 或者是游到一半 真的不行的話 他們的相關單位 他的措施是什麼 這樣 我是覺得 第一個 你真的不能很怕水 很怕水你其實完全不了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你 我們走下去那個 日月潭之後呢 基本上 他其實走沒幾步 腳就已經踩不到地了 所以我覺得很怕水的話 你可能會沒有辦法克服這件事情 然後但我覺得也不用一定會很會擁有 因為其實我們 依靠蠻多那個 浮板 在前景的 大部分的人啊 身上都有浮板 對就是 如果你累的話 或者是其實你整路就是飄過去也可以 像我個人就是 覺得 日月潭的水呢 我頭靜下去還是有點陷 所以我整路 頭都沒有在下面 所以才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對而且就是主要是真的不要 不能怕水 怕水的話 可能就是會 畢竟要跟他共除 三四個小時耶 對啊 欸對你最後完賽 你是總共花多久時間 你有算嗎 其實我們好像是 我有快到的時候 我有問一下我同事 我們大概是八點二十分下水 然後 我們三個有的比較前面 所以我們是 十一點 半 左右 上岸的 嗯嗯嗯 其實我覺得他中間好像有 有做一些 中繼站 會讓你知道說 你距離終點還差多遠 對其實會 但是其實 數那個中繼站會有點絕望 嗯 因為那個站其實應該 他完賽好像要六七十站 但是 你可能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就覺得數字還差很多 所以後來我跟我同事 我們三個人的策略就是 我們就直接看一千公尺 一千五 每五百公尺 每目標去前進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很有意義 也不 就是不會覺得 就是 就是 就蠻慶幸這次有參加這個活動 而且你有拿到一張證書 算是人生成就打勾了一項 算是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拿證書 我去哪裡都要拿證書 對啊之前去澳門塔幫G-Jump 你也有一張 你也有一張證書吧 我記得 對啊 好像有一張證書 就是我有張證書 整個報名費我記得是一千塊吧 對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塑膠泳帽 就是你們看到那個白色 就是害我這樣子 白色的 對那個 塑膠泳帽 然後晒出一個泳帽痕 感謝你的分享 不會 對啊 辛苦了 我們小豬的實測 完整全紀錄 而且我平常沒有在游泳 還是可以游泳 3000公尺的 好 大丈夫です 大丈夫です OK 那我們久違來南投的日月潭 就今天先在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OK 這集影片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